連堂口岸 聽聞好像開了一個新街市 15號開張 今天10月17日 特地上來吃個晚飯 順便過去拍一條片看看 我是阿七 講回前兩條片 就吃蛇根那條片 昨天16號 我再去吃個 不行了 今天特地補回資訊給大家 和我第一次去吃 不對版 第一次去吃都有一些蛇肉 還有蛇根是有蛇味的 昨天去吃 就完全沒有那種蛇肉的味 還給我發現有些黃鮮在裡面 嘩 不行了 今天補充一些資訊給大家 不要去當它是蛇根那樣吃 還有大陸原來不給賣蛇的 今天補充一些資訊給大家 想去吃東西就不要當它是蛇根 當它是其他東西吃 當它是其他東西吃 當它是碗仔翅那樣吃 就對了 新街市在那邊 過去看看 那說回為什麼我昨天又去吃呢 當然是第一次吃 覺得好吃 昨天又想開向西村 那就順便過去吃一碗 帶著朋友去 完全不對勁 所以今天補充一些資訊給大家 有怪莫怪 說回街市 15號開張 又加入這個競爭行列 沒有些降價優惠 都幾多人過來這邊 第一次走過來這邊 之前有個老友告訴我 一個老闆做完了 沒有外判 之前有個老闆想在那裡 談一間外判 看看做不做到個位 沒有啊 全部自己做完了 消息就是這樣發放的了 啊 在外圍走個圈看看 香蓮粉機 嘩 潮州粉麵啊 奶茶 一樣有啊 這間是吃糖水的 啊 有隻狗在裡面 嘩 嘩 啊 開完就不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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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這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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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明有冷氣的 老水鵝排隊 二樓火鍋區 稍後上去看看 老水鵝排隊 應該一眼看完 菜 油麥菜 翁菜 蔥芯菜 燕菜 菠菜 還沒放好東西 多少錢 七元 兩個蕃茄 雞一樣有 雞當然有 不能說 特價的燕雞 180元 鹽焗雞 88元 八切雞 八切雞 88元 港黃雞 他們可能是個雞種 叫做港黃雞 這裡又上裝又下裝 上下裝一樣價 啊 上下裝一樣價 五十八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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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去火鍋區看看 哇 已經開了嗎 已經開了 哦 已經開了 看一看 新開的 是嗎 吃什麼 牛肉 是 之前樓下說有雞 有成都在這裡 是 都是在這裡吃的 哦 清補兩雞鍋 都是在這裡 都是在這裡 哦 都是在這裡 是的 脆肉丸也是在這裡 哦 脆肉丸也是在這裡 哦 是啊 有很多間 三間都是 有牛肉 有雞 脆肉丸 都是在這裡吃的 是 謝謝你 還未有這麼多人知道 在這裡啊 下回去了 看完了 表面上好像很大 其實不大 地方不算大 有網友問我有沒有上來拍 今天就是剛剛去留言問我 我就剛剛上來了 香榮田街市啊 新開 大致上的店鋪都開了 一眼看光了 啊 啊 又差點死了 競爭非常激烈啊 啊 現在我進去 連塘口岸 找一頓晚飯吃一下 啊 看你們出來 喜歡轉左還是轉右 啊 啊 轉左 就是香榮街市 轉右 就是難停國際 啊 進回去 連塘口岸 一樣有東西選 啊 今天這條片 了解完了 香榮街市 是這麼多 拜拜